今天来给大家开箱我刚买的这个iPhone SE第三代,就是刚刚前几天苹果刚刚出的那个小的手机性价比比较高,但是配置还算不错,A15的处理器,摄像头就是只有一个的那种,然后但是的话它还是可以拍4K视频的,那我买它来呢是用做我的备用机,因为我最近发现还是用手机拍视频比较方便,但是我那个主要的机器iPhone 13 Pro Max,就是我现在用来录视频的这个,当我很多时候在录视频的时候呢,尤其是录生活中比较长的那种视频片段的时候,那我手边就没有手机可以用了,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备用机,今天今天也有这个手机, 看了几个YouTube的分享觉得还不错,所以就下单了,接两天刚刚可以preorder我就下单了,然后今天让我到宫区店里给我拿到的,这样一撕就可以了,因为这款机型很小,那盒子都很小的,哇不错呢,Starlight不错呢,就我现在是在我家那个餐桌,用餐桌上方的这个灯来拍的,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补光灯啊啥的,就是灯光很差的情况下拍出来的都不错,就好干净啊,看好干净啊,指纹在这儿,然后那个音量大小啊, 什么的静音,然后这个是那个开机键,他这次他都给他标上了,可能是因为这款SE手机的定位是就是初级的iPhone使用者吧,这个膜我都不想撕,因为我的那个手机保护膜还没到呢,我先放住,我先撕了之后我放一边,哇哦,手感不错啊,我好小一个啊,又找到了我当年用那个iPhone7啊, iPhone10的那个感觉了,iPhone8啊,iPhone,就是那几代iPhone SE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设计,就没变,哇,很好看啊,就很简单,我觉得Starlight这个颜色真的很好,我们大家买就买这个颜色吧,哎呦,开机吧,哎呦,这一下子,一下子那个指纹锁定回来了,我都有点不习惯了, 哇,这Touch ID真的是,哇,这感觉真好,这Touch ID,哈哈哈,我最近有点反普归真了,包括就是我摸索了一圈,买了两个相机,到最后还是回归手机,然后手机方面,我现在又回归了Touch ID,哈哈哈,真棒啊,现在简体中文,来给不要吵啊,哇,我的陈锋的记忆又回来了,哇,继续, 创建密码,哈哈哈,开始使用,哇,我就啥也没设置,默认进来就是这样的,这小手机太带劲了,nice,这小手机真的是太棒了,背后,锁平,然后, 哎呀,指纹解锁,哈哈哈,锁平,指纹解锁,我觉得疫情期间的话,尤其这款的话,真的蛮实用的,就比如说,付款的时候啊,或者是坐地铁,坐公交的时候,然后就直接就指纹就解锁了,指纹就付款了,指纹就刷地铁卡了,就真的是很方便,不过最近的iPhone那个iOS 15.4,也是有加了那个面容ID的,那个就是戴口罩的那种面容ID解锁,那个我还没设置好呢, 现在我们习惯了那么多的摄像头,一个一个又一个的,有些外安膏又什么什么的,但是你回到这种一个摄像头的状态,看着也是挺简洁的,试一下拍照效果吧, 它这个也不错了,你看看这盒子,眉毛样,可以啊,挺清楚的,第一张照片,就它这个颜色看还是不错的,比我想象这么好啊,你看这盒子在这儿不挺好,再看一下我的眼镜,你看这挺还原的, 就这款它除了没有那个电影模式,我看其他的都还不错,就是基本上用是够了,可以检查一下这个效果,你看这视频这不也挺好吗,哈哈,就真的不错, 这手机呢,我买的原因呢,一部分是给我自己用作备用机,另外一部分原因是,如果明年我女儿跟我要手机的话,我一直可以把这个传给她, 然后她这个的手机呢,她的大小啊什么都很适合,就是小孩子拿,然后因为小孩也不是专业说拍视频或干嘛的,所以说那个摄像头的话对她的水足够了, 并没有那么花了不少的,然后这买的是128GP的内存,反正也足够了,嗯,再一个呢,就是她的这个CPU处理器是A15的,就是比较新的那个处理器, 然后这个处理器的话,就还可以耐着好几年,就这手机的话可以用好几年,就比如说什么买二手啊,买那个原型的老板的话,我觉得比买二手的强, 然后这个手机呢,她这次里面有附的就是一个册子,小册子,然后这个,然后有一个Apple的一个sticker, 然后一个卡针,然后就是一个数据线啦,Lightning to Type-C的一个数据线,就是这个,但是没有给那个充电头, 因为苹果的用户的话,基本上是家里都有好几个充电头的,如果要充电头的话是额外买的, 如果是首次使用苹果的人,那充电头你就要额外买了,OK,这就是我的iPhone SE的开箱啦, 下来推荐Starlight的脸色,去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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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漂亮,bye bye